在湘西最具代表性的大峡谷上空 一座世界上最长的玻璃大桥 刚刚落成 以前所未有的视角 释放出大峡谷的全景 这种震撼将它放大成世界级的关注 离此地不远 另一座嵌入山体的巨大建筑 也在用瞬间绽放的原理 展现视觉奇迹 在这里通过154米高的山体 再通过172米高的户外悬崖 只需68秒 视角就被抬升326米 上到峰顶 这是世界最高的户外电梯 百龙天梯 一万年天地的魅力被浓缩释放 其震撼发散出世界级的吸引力 是释放给外部的吸引 是这片被时间凝聚的土地置身其中 这方天地 这方天地与其供养的生灵 在湘西 八月的龙山 八月的龙山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间 狂一合出发了 在到达爆破地点之前 他要翻越好几座大山 行走在陡峭的山路 身旁就是悬崖 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 每一刻都是挑战 这是勇敢者的舞台 龙山 位于湘西的最北边 境内 海拔超过千米的大山 五百多座 环境封闭 相对贫困 国家精准扶贫带动的摸索 让人们觉察到这片山林的潜力 这种从山石中开辟出来的土地 是种植食用百合的沃土 凭借政策支持 和村民们要脱贫的干劲 现在 这里食用百合的年产出 已经能占到中国市场的五分之一 但还有一个问题 一直以来 当地的村民依靠最原始的运输方式 从切碧村到县城 往返一次 需要两天 每年收获的季节 村民们都要在这条山路上 往返数百次 连绵的大山 在给村民赐予了丰富物产的同时 也制约着他们的发展 山里要修路了 狂一和和乡亲们 盼此已久 狂一和来到了爆破点 在下悬崖之前 打桩 系绳结 每一步都不能出错 按照土家人的习惯 工友们给他系上了祈求平安的红丝带 清理完崖壁 狂一和开始钻孔 安放炸药 又到了百合收获的季节 大山里木叶声响起 习惯了早起的土家人 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今天 买家的订货量有点大 狂一和要当天送大 他骑上了新买的摩托车 和同伴们一起将百合运出去 这里的闭塞正在打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